经过三周暴涨的特斯拉 昨天终于结束了它的上涨 主要原因因为有一个美国人 达摩达兰重新评估了特斯拉的价值 认为它只值130美元 那接下来特斯拉会不会跌回130美元呢 这个达摩达兰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够对于特斯拉进行重新评估 接下来我们就揭开达摩达兰的神经面纱 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分析 特斯拉这次下跌能到多少钱 目标位是多少 阿斯沃斯达摩达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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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球知名的股票估值专家 在纽约大学的斯特恩商学院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 如何给股票估值 好理变天下 在课堂之外 他是全球最知名的股市估值专家之一 当记者们试图了解 一家炙手可热的新公司 如何与传统分析衡量标准 背道而驰时 他往往是首选的信息来源 这位62岁的教授 获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他著有四本关于股票估值的书 《八轮周刊》最近采访了达摩达兰 达摩达兰不害怕挑战 有关有争议股票的假设 在决定一只股票值多少钱时 他的声音和其他人一样重要 纽约大学的阿斯沃斯达摩达兰 在昨天推特上发布了他对特斯拉 斯拉股票的最新估值 精彩看点 1.特斯拉的崛起历程 2010年至2020年间 特斯拉的收入从1.17亿美元增长到315亿美元 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但COVID给公司带来了提振 因为在2020到22年期间 收入增长了约250% 2.达摩达兰细数了过去多年来 对特斯拉的评估犯的错 尤其是低估了特斯拉的产品范围 从而低估了公司的发展能力 3.估值更新看法 供应链对特斯拉造成的挑战 马斯克应该更专注于工作 而不是当公司代言人 以及当前市场环境变化 结合特斯拉的最新财报数据及估值模型 达摩达兰得出结论 认为特斯拉的股票只值130美元 接下来就让我来用技术分析预测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特斯拉的周线图 上期节目呢 我们有谈到它周线里边的时间 极限 也就是三周为市场的一个上涨的极限 从下跌以来 2021年的11月份以来 到现在为止 这样最多的时间呢 是三周 所以说这次也没有能够 突破这个极限 那未来呢 我们依然需要注意 特斯拉的上涨 什么时候超过三周 或者说 不超过三周的情况之下 在接下来往下回车的过程当中 最好不要跌破 第一个阳线的最低价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是要看 下跌不能跌破 第一个阳线最低价 这个位置是117美元 跟刚才达摩达兰预测的那个价格呢 有一些偏差 130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接近到第二根阳线的一半 按照我们的规则来讲 基本上如果回调的时候 没有跌破第一根阳筑的一半 还代表它比较强势 往上走第三浪的盖率比较高 而这个第一根阳筑的一半 那个位置呢 是158块 所以说 本周走完了之后 或者说 未来一两周 我们要看158 附近是否能够有效支撑住 然后我们从日线角度来看呢 也可以看到 它在这次下跌之前 其实有个缺口 那在之前的话 有过两次 一次两次是吧 有过两次缺口 未来下跌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回补缺口的话 还是有希望再起的 但是经过了三周上涨之后 这次缺口有点大 所以说 接下来我们去重点关注 缺口的这个上限 154 缺口的下限呢 是在146 所以说 在这个区间以上 证明它还是强势的 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上涨 维持一下也很正常 在整个上涨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认为 它的下跌的只有一天 因为你看 前面这是一天对吧 这也是一天 其实这是个十字对吧 所以按照之前的规则来讲 比如说今天晚上 是最关键的一天 基于这一段上涨以来的规则 最多也就跌一天 然后这边是个十字 所以今天晚上收十字 代表同样的一种强弱程度 一旦今天晚上收了阴线 代表着这个市场的有转强 是吧 然后今晚如果不幸的是收了阴线呢 就代表这一步上升趋势呢 基本告一段落了 要回调了 然后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地方 抖了一个上升的小五浪 对吧 往下回调的过程当中呢 最好不要回补这个缺口 缺口的位置呢 这边是155 那么这一边呢是146 在这个区间以上还是安全的 你觉得特斯拉这次能跌到多少钱 会跌到130吗 欢迎留言评论 共同学习提升 我是爱预测的谷歌 关注实时了解美股动向 感谢观看